工作行程超级满 但我总是on schedule 随时都有专案要钉 客户要件业绩要追 挤不出时间才买生鲜杂货 我就叫全联小石达 小石达就像用手机逛全联 生鲜蔬果日常用品通通有 一键买其最快三十分钟送达 周一补生鲜 周二补淡奶 周四补柴米油盐 天天优惠 首购再想七折 和全联小石达一起当时间管理大师 每一段关系 都是一门功课 每一次经历 都是生命的滋养 世界上最重要的东西 往往用眼睛是看不见的 那我们就用金的吧 今夜遇见小王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是我很好奇到底台湾有这么多的宫庙 而且这个宫庙有登记的数字都已经超过了便利商店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纷纷投入盖庙的行列 刚好在我们的生活周遭 我的朋友当时认识他的时候 他是开这个有关于这种文创印刷美工 这样子的一个公司 但竟然八年九年过去之后 他竟然跑到南投盖庙 我就抓紧机会邀请他来 我想了解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会去盖庙 因为如果我们对某个神明有感应 那顶多当个信徒就好啦 或者是人家说就是那种护法 就是你奉献 然后你真的护持这一个神明 而当时他跟我们说了一个故事 受访的宣德公的助持 他原本是个基督徒 那我认识他的时候 他是在做有关于美编文创的相关工作 那后来跑去盖庙 就是因为他得了一种眼疾 而且是急性的 那他跑遍了各大医院 这个眼科医生都跟他说 因为你的这个水晶体有破裂的情况 而且是破裂在瞳孔 这个地方没有办法进行手术 所以有可能会失明 而当时他跑了好多家医院 他也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 所以他回到了他的教会 而他的兄弟姊妹 以及所谓的神职人员告诉他 如果这是上帝的旨意 那上帝帮你关了一扇门 就会帮你开另一扇窗 但他当时无法接受这样的说法 因为他说一家老小都靠着他来养 那他平常包括美编 这些工作都需要用到电脑 用到视力 那不要讲说要养一家老小 关我们自己就算是没有经济压力 我们想到一个礼拜之后要失明 我们自己也不太能接受 而事情的发展竟然是 帝牙公跟他说一个礼拜之后会医治他 而也真的医治他了 所以他放下了他原来的一个生涯规划 全心全意的投入了这个宣德公的这个盖庙的工作 我们节目播出之后呢 有一个澎湖的听众朋友听到 然后就跑到了宣德公 我听这个宣德公的住持他在说 这个女士呢 她十多年来也是因为眼疾看不到 所以她在生活上都是她的孩子 还有她的先生在照料 而且她也是个基督徒 所以当她听到了节目播出之后 她立马觉得应该要跑一趟 风尘仆仆的来到了南投宣德公 这就是节目播出之后的后续 而我认为这个传奇故事还在继续 欢迎你继续回到我们报道联报 今夜遇见小王子 不晓得听众朋友 你的身边有没有跟阿光一样呢 有一些人他只要听到了有关于 神迹或是神奇的故事呢 他马上会跳起来 然后采取怀疑的态度 有时候他们会透过言语 然后会有许多负面的评价 那这种采取怀疑态度的人呢 他们会问很多有关于 这个神奇故事的细节 他们可能在评价上面会用 迷信啊 或者是渔夫渔妇等等的字眼 否定别人口中所说的神奇故事 我先说 我没有要跟大家赞哦 我只是要讲讲我的感受 因为我身旁的确 也有人听到了这个故事 那他就会追问很多这个故事的细节 而对我来讲 当你听到了一个故事 我们小时候不是经常会 所谓的小故事大启示吗 我们从小不是都在谈这个事情吗 但为什么有一些人就是听到这种 关于神迹或神奇的故事 他会表达兴趣 了解细节 提出怀疑呢 有时候其实听这种故事就是 这里头如果你听到的是力量 记得就把力量取走就好了 那为什么会有这些人存在呢 我想跟你谈一谈有关于我的观察哦 我们花几分钟的时间来看看 这样的人 或者是他们在想什么 那发生了什么事 如果你身边有这种 就是听到了神奇故事 或者是听到神迹 而反应非常激烈的人哦 就是无论他的表达是 抨击藐视怀疑都没关系 就是他会反应很激烈 那我们就试着要去看 那个反应激烈的背后 或者是他那个心理的底层呢 他真正在意的是什么 是因为这个跟你所相信的世界 或是你认知到的世界不一样吗 不然别人的经验 别人的故事 那就是别人的啊 那就是别人的世界啊 那为什么 它必须一定要符合 我们所认识的一个世界呢 或许你会认为 这个思考比较理性 提出问题嘛 那以怀疑的角度出发 来理解这个故事 但为什么 神奇的故事 一定要符合我们的理性呢 是因为它造成你的世界崩坏吗 我要直白地问 它到底撞击到你什么事情呢 那个点是什么 我觉得我想邀请你来看一看 那如果你 听到这里觉得说 好像阿光讲的这个 好像有一点道理 为什么我会跳脚 感觉有道理 可是好像又不是如此 那我告诉你 如果你有这种感觉 去了解一下 那代表你的信仰 或是你的信念被撞击到了 而之前没有发现 之前都是用那种直觉式的 你知道吗 就是我的地盘 我所理解的世界 然后被撞击到 怎么会这样 然后反应 因为有更多人 其实是听完之后 就不见得会反应 他们就是只是 不管他们相不相信 就听听 那既然会有这种 立即起身要反驳的 这一种行动 其实代表你有信仰 代表你有信念 你不是随波逐流 刚好趁这个时间点 来了解一下 自己所信仰的 或自己所相信的是什么 与其花时间去反驳 这个东西撞到了我的信念 我们现在就用这个机会来看 那我所相信的是什么 因为这个才会对你的生命 有帮助你知道吗 我可以换个角度来讲 就是为什么我会说 这其实就是信仰 这其实就是你生命的信念 这个神奇的故事 把他想象成什么呢 想象成今天某个政党 他在宣传他的好政绩 然后另外一群人呢 他就会马上行动去反驳 有没有 因为他是另外一个政党 或是他就是反对党的支持者 这个就是信仰啊 我们以前念书的时候 三民主义 他不是个学科耶 他的用字是什么 他用字就是信仰三民主义 当然有人信仰三民主义 就有人信仰马列主义啊 共产主义啊 所以为信仰而战这件事情 是非常normal的 它是很正常的 所以趁这个机会了解一下 我们是抱持着什么样的信念 还有价值观 在过生活 欢迎你继续回到我们博多联报 今夜遇见小王子 我们刚刚谈到 有些人面对了奇迹 或者是神奇的故事 一般人听一听 无论你相不相信 但有一些人呢 他会追问细节 因为这样子的神奇故事 不符合他头脑里头的认识 我也鼓励这群人 要去了解一下 你所相信的信念是什么 刚好趁这个机会 那另外有一群人呢 他其实是标榜 所谓的科学理性 这些人呢 一般来说 他们都会认为神迹 或者是神奇的故事 是不科学的 有几分证据 说几分话 他们所相信的科学 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可能可以花点时间 来厘清一下 什么是科学 那包括国语词典 维基百科 还有我们国科会 对于科学的解释 跟定义是这样子的 科学它必须有一种特点 是它在同样的条件之下呢 它可以不断的 重复来实验 而且这个实验呢 是可以得出 相同的一个结果 也就是说呢 只要你的这种实验条件 不变的情况下 它的结果 应该是要一样的 而不是很个人式的经验 所以这种确保 能够得到相同的结果 才能够让很多科学的运用之上 就会有确保疗效 或者是确保某些产品的效能 所以这叫科学 也就是说科学 它必须要有逻辑性 然后要观察 要做实验 然后找出 不同事物之间的这种关联性 甚至有时候 我们会找到因果关系 像我们谈到 那个疾病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有谈到 病跟症的差别 有没有 那病呢 就是已经找到了 那个对质的因果关系 像糖尿病 然后发现它的因果关系是 胰岛树它可能 分泌上的一个问题 导致血糖不稳定 那症呢 像忧郁症 像这种症 就是还没找到 那个因果关系 我为什么要举这个例子呢 这个例子在告诉我们说 科学它是在发展中的 对不对 也就是我们现在 所认定的科学 其实只是在 这个阶段的认识 那下个阶段 不见得是这样认识 那当我们高举科学的时候 我们就只是在表达一件事情 就是 以目前我们的认识里头 我们无法理解这个神迹故事 对吧 他跟我讲这样子 应该没有错 对不对 那我们来聊一聊 如果科学是这样定义的时候 就会有一些 它被放在不科学 这个不科学的意思 不是否定的意思 是还没有研究出来 它还没有被放在 这一个研究项目里头 这些都是不科学 不科学 没有否定的意思在里头 因为所谓的科学 是在这个阶段 然后所了解到 人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 透过实验 会得出相同的结果 所以科学在发展中 那不科学 里头还包含一些 还没有了解的 或者是说 还没有放进 科学的这个项目里头 像宗教就是啊 文学就是啊 艺术也是啊 神秘学也是啊 甚至于有很多的 自然疗法都是啊 因为像宗教领域 哲学领域 神秘学领域 他们对于 外在世界的一个认识呢 很多时候是透过 这种个人经验的描绘 这种东西 就没有办法符合 这个科学的验证嘛 所以他们就被放在 不科学的项目里头 那有一些呢 会说 他们不是不科学 他们是伪科学 你有没有听过 有些人会这样讲 他们是伪科学 他们假装 自己是科学可验证的 我在这里要告诉大家 就是说啊 所谓的伪科学 是什么意思 伪科学啊就是 现在都把它当作是 当有人讲伪科学 就是迷信的意思 有没有 那通常会被讲成伪科学 是什么呢 就是 他不是科学的 但是他宣称自己是科学的 才叫伪科学 你看哦 像占星 占星 就是被放在神明学领域啊 因为不管是东西方 他们自古都会有这种占星观嘛 在东方叫做千天剑 对不对 那 透过占星 然后判别吉凶 那现在就有一个人会跑出来说 占星其实是一个统计学 所以他会有他的趋势 那他也会有统计学上面的这一种效度在 那这个就叫伪科学 也就是说你在谈占星的时候 然后你特别要用统计学的效度来讲 来证明占星的有用 那这个你就可以明白的说 这个就是伪科学 不然的话 科学 不科学 跟伪科学 这三种的定义 就是如同我所讲的 最有趣最有趣的地方 为什么人们会搞混呢 就是 其实以前的占星啊 现在就是天文学啊 也就是说占星是天文学的这种研究的前身 那另外还有什么呢 像炼金术 以前的炼金术啊 也会被讲伪科学啊 不科学啊 但炼金术就是化学的前身哦 所以我们现在在判断科不科学这件事情 其实是已经观古 就是我们用现在的视角 在看以前的事情 然后我们在讲人家不科学或伪科学哦 然后甚至于把这种东西当作负面的一种用语哦 会这么做的人通常因为以前嘛 像物理学啊 纽顿啊 爱因斯坦啊等等 以前会有不同的理论 所以会去讲别人不科学 这是属于科学领域的人才会去讲的 因为他质疑对方的研究不严谨 才会去谈别人是不科学伪科学 但现在好像一般人也很容易拿这种东西来当作否定的标签哦 但你又不是科学家 所以这些字眼都不是在我们的领域里头 应该拿来使用的哦 通常你会谈不科学或伪科学 背后都是你想要让自己看起来属于科学的阵营 符合自己希望的理性跟优越感 欢迎你到今夜遇见小王子哦 那我们刚刚呢 其实花了一点时间来分辨科学的定义 那什么是不科学 还有什么是伪科学哦 其实这些分类啊 都是在科学领域里头 他们的一种指称 也就是说他们是 那一个行业里头 业界的一个对对方理论的质疑 或者是对于对方这个发展出来的理论的不认同 比方说有的人认为地球是圆的 那有些人认为地球是平的 所以双方阵营呢 会针对他们的这种科学上的定义 会去质疑说 你的实验或者是你的观察是不严谨的 所以才有这样子关于科学不科学 还有伪科学的这种分类 但现在的人不一样 现在的人呢 会透过要否定别人的经验 然后呢 习惯呢 用这种贴标签的方式去否定对方 觉得对方迷信 然后否定对方 只是为了证明自己是在理性的科学的阵营里头 那如我们自己所讲的就是 科学其实是一门 还在发展中的一个对宇宙跟环境的认识 那当我们选择了否定别人来证明自己是属于理性阵营的时候呢 在身心灵的这个认识上面就是 容易让我们自己直接落入了所谓恶缘的陷阱 这其实有点可惜 就是我们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 那我们不愿意去了解身边的这些人那些事 还有他们可能教会我们的事 落入这个恶缘的陷阱啊 其实就是我们拒绝了一部分的世界哦 那当我们拒绝了一部分的世界 也即便呢 科学的方法在严谨哦 我们都会变成不科学的人耶 我们都会变成那个 你口中要否定对方的那种不科学的人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因为我们拒绝了一部分世界的认识 但我们国中的时候念过啊 科学方法的第一步是什么 是观察 我们连最基础的观察对象啊 我们连了解全貌的这种科学精神啊 我们都屏除掉了耶 我们不想要去理解 因为它不符合我脑中所谓的科学跟理性 但我们最基础的观察要做到吧 我们最基础的这种实验的这种对象跟资料 至少你要看得到它的完整全貌吧 这是科学的第一步啊 说了这么多呢 我其实想要跟大家谈的就是说 你有没有发现 除了刚刚在定义所谓的科学不科学 还有伪科学以外 我们看到很多的科学家 包括我们所认识的爱因斯坦 它其实一方面在发展所谓的时间空间的这种理论上面 有对人类有非常大的一个翻转 因为至少它是记这个所谓的牛顿的这种万有引力之后 第一次提出时间跟空间必须要一起来观察的这种重点 当它提出之后 很多人都认为它对于宇宙有这么大的认识 这么长足 对人类的这种科学史有这么大的帮助 但是你知道 它也相信上帝 但可以确定的是 它相信上帝这件事情 跟所谓的教会里头的上帝或宗教哲学上面的上帝 可能不一样 但我们没有看过它因为不一样而去批评其他人的上帝 我要说的是 当我们把神奇的事情或是我们不可知的事情 把它推为不科学或伪科学 那我们现在来看爱因斯坦的这个例子 它是承认存在 而且承认我们理解上的差异 这样的一个科学家为我们展现的 就是对于一种奥秘的存在 它保留了 它 亏视它的那个空间 而这个空间 会造成生命上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 因为在今年刚好有一本书 这本书是叫做静位 静是那个尊敬的静 那位呢就是害怕的那个位 它是由这个克特纳博士所写出来的 因为它的副标叫做 带来生命惊奇的情绪心科学 这个克特纳博士呢 它是一个伯克莱的心理学的权威 像最近 最近的这个很有名的这个电影 脑筋急转弯2 有没有 它不是在谈很多的情绪吗 包括它描述了快乐 忧愁 厌恶恐惧等等的 这部电影心理相关的电影顾问 其实就是克特纳博士 今年有这个描述情绪的 脑筋急转弯2 也有一本新书叫做敬畏 它要谈的就是一个 我们很多人没有机会认识到的一种情绪 这个情绪叫敬畏 欢迎你继续回到我们 报道人报榜 今夜 遇见小王子 在今天要跟大家聊一个很特别的话题 对不对 我们刚刚提到了 克特纳博士 在今年2024年出版了一本书 这本书叫敬畏 它正式的把这个敬畏 当做一种人类的情绪 请众朋友 有没有敬畏的经验呢 我们可以回想一下 我们过去的生命里头 有没有感觉敬畏呢 就像是感觉愤怒 感觉快乐 我感到非常的沮丧 我们好像在文字的使用上面 不曾用过敬畏对吧 那我们有没有过这样子的一个情绪呢 大家可以回想一下 那我就帮大家来查一下资料 就是说 我发现敬畏真的被放在这个情绪的条目里头 他竟然在那个情绪的分类里头 我有发现有敬畏这两个字 那他的解释是这样子的 他说面对权威 庄严或崇高的事物的时候 你所产生的情绪 而这个情绪呢 可能包括恐惧 尊敬 震撼 惊奇等等的感受 所以代表这个情绪 他并没有办法具体化 当我们感觉到敬畏的时候 我们是陌生到 每一个人拿出来的反应不一样 有些人感觉到敬畏 然后他可能拿出来的是恐惧 那有些人感觉到敬畏 他拿出来的是 哇 我现在在做梦吗 这样子也可能是一个 敬畏的一种表现方式 所以啊 你看我们对敬畏多么不熟悉 有没有 即便他在做敬畏的定义 这个反应都有这么多不一样的地方 因为恐惧跟尊敬 很显然就是很不一样的一种反应 那我记得呢 我们在访问那个宣德公那集 节目的最后啊 我说了一段话作为总结 我说 信仰的力量从来就不在于 眼睛看得到的现象 如果我们未曾踏进去过 那么我们就静静的等待那奥秘的绽放 我当时呢 用这样一段话作为总结呢 主要是因为过往 我在学习所谓的中小学理论 当时呢 有一个名词叫做 密气经验 这个密气经验他谈的是说 人啊 在面对神 或者是自然界 或者是所谓的超自然力量 有过教会的体验 然后你会产生所谓的敬畏 甚至于你会产生信仰 白话的说就是各个宗教领域里头 神奇的事情 或是所谓神秘的事情呢 都是一种密气经验 那密气经验其实在生活中 有可能发生 只是在宗教上 我们比较容易看见 所以宗教学研究 会特别把密气经验拿出来讲 那生活上其实也会发生 但有可能会被我们屏蔽掉 所以才会在所谓的 敬畏的情绪反应上面 会有这么不一样的地方 有没有 今天我们如果发生了一个 很神奇的事情 或灵异的事情的时候 因为它不属于宗教范围 那我们就会有不同的这种感受 而宗教里头 他会承认所谓的神命主义 他会承认这些神奇的事情 所以他会被讨论 他会被说出来 他承认这种神秘力量的存在 所以呢 他对于这些神奇的事情 他就会有一个很具体的反应 那日常生活中 因为不会被讨论 他就会沦于个人经验 那他也不会有一致性的 这种反应发生 我为什么要谈来这里 是因为最近刚好 我也看到了一篇报道 这个报道是BBC 在做一个有关于全球心理研究 刚好也是针对静卫这个情绪来研究 那后来发现 这个静卫这个情绪 对人的身心健康 有非常大的帮助 因为静卫所产生的那个情绪反应 虽然如此不同 但这代表的是 我们的大脑对于这种眼前的事情呢 不知道要怎么预先做出 属于我们的情绪反应 所以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反应 你可能感觉到惊奇而尖叫 你可能会感觉到恐惧 或者是尊敬 那他们的研究里头发现 就是说当静卫做一种情绪的时候 也就是你面对眼前的事情 那你感到不可思议 对大脑来说呢 就是你无法去理解眼前的事情 大脑是一个很精密的超级电脑 对不对 所以呢 他为了生存 然后帮助你眼前的事情 要如何去做出反应 而静卫的心情 刚好是你无法做出反应 所以你的大脑呢 就会重组 因为他受到了刺激 这个过程呢 对于医生来说啊 他说 为什么人啊 到了中老年之后呢 会越来越僵化 是因为我们越来越相信 自己大脑回路里头的东西 所以我们会把新的事物屏蔽掉 而当你发生了 你无法理解的神奇的事情 这个所谓的密切经验 所带来敬畏的情绪 对不对 那他就会刺激到 你的大脑回路 然后呢 你的脑神经呢 我们现在在思考 我们现在在听这个节目的同时啊 我们的头脑 其实回路里头的脑神经 其实在传达很多的讯息哦 包括我现在口渴了 要喝一杯水 其实是要头脑 发一条讯息到我的手 然后我的手 才会去拿眼前的这杯水来喝耶 这个很如常的这种生活 已经让我们大脑回路呢 没有什么改变了 那没有改变代表什么 代表那个滋为末节的那种脑神经啊 有没有我们看到那个什么 阿曼尼为什么没有感觉 有没有 那个就是神经啊 大脑里头也有传递讯息的神经 当他没有被刺激的时候 为什么老了之后 我们可能会失智 我们的记忆 为什么有时候会想不起来 因为脑神经已经很久没有工作了 你知道吗 或者脑神经很久没有刺激的工作 他就是已经很很习惯了 这个时候就是要干嘛 所以为什么说 这个报道里头会讲到说 医生发现 如果你曾经有静位的情绪 对于脑神经 还有对于你脑的灵活啊 会有重大的影响 讲回来就是 那如果我们因为落入二远的陷阱 然后呢 把这些神奇的所谓的密切经验 把它摒除在我们的生命之外 那我们当然不会有所谓的敬畏的情绪啊 我们把一部分的世界 把一部分的可能性 我们排除在我们的生命之外 我们的生命不再流动 我们的生命不再有新的可能性 那我很难想象 会不会是因为这样子 所以现在失智的人越来越多啊 我不知道 但我认为呢 这个是我想跟那些 你应该花时间去了解你的信念 而不是去否定其他人 然后只为了让自己看起来 比较科学 比较理性的 这一群人的一些建议哦 最后呢 我想要跟大家聊 我后来把这个南投 宣德公的神奇故事 告诉我那个好朋友 那他当时听完的第一句话 就是问我说 后来呢 后来那个澎湖的信徒 对阿公有没有医治好 他的演技呢 我当时只是笑笑的回答他 我也是刚好看到了 宣德公在脸书的po文 所以我同步就传给你了 而我内心真正要说的是 无论神迹是否真的发生 但对于故事里的人来说 他们已经让奇迹 进到他们的生命里头了 我们来听这首歌 张信泽所带来的信仰 小王子说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心心 但其中的含义 却因人而异 我们下周见了 拜拜